我摩楼现在被面临到的问题 其实是在2011年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从事 就是古迹买卖跟融机已转的投机客 其实他们就是得到了这个买卖的消息之后 其实就进场来买 那但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他们不但买了这个房子 那他们其实买了这个房子以后 反而是要破迁这个 我们日春协会以及长期使用 以及争取这个古迹保存的工厂们 那对我们来说 这个问题比较反映的是说 我们文化资产的保存里面 其实保了硬体其实远远不够 因为其实这个空间最重要的价值 是他性产业以及他的社运 就是的这个历史 这其实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 但是今天其实 当投机客他着眼于财产交换的利益 据我们所知 其实他光是投资330万 他参与都更之后 他可以获利高达3000万 那这样子的一个十倍的暴力 他可以一手拿钱的同时 却一手要破坏掉这个空间 保存最重要的这个软体的精神价值 那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最 最不当的一个做法 新任的多发局长林忠明呢 其实在1月初的时候就有在讲说 希望可以将文蒙楼 纳进百日新政的工作计划里面 也就是呢 他认为像文蒙楼这么争议的问题 应该要交由公办独更来处理 对那当然那个就是一个宣示啦 那实际上的具体的内容 跟怎么操作呢 这个目前也都还没有清楚 那当然我们肯定公部门 愿意正面的处理 文蒙楼这都更基地里面的公有土地 跟整体历史结果保存的议题 但其实我们同时担心的是 都更的逻辑其实很有可能 变成是以利换利 就是让反而是让这个投机客 这个林立平呢 他可以理所当然再继续挟文蒙楼 然后来获取 抬高自己的价码 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现在的期待是说 如果要就是 根本的解决这个投机客炒作的问题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产权收归公有 因为其实文蒙楼的土地产权 已经是台湾银行的 其实已经是公股银行的一部分 那所以他土地其实比较 相对起来可以受到国家的控制 但是他的地上物呢 他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建物的部分 他其实是还是私人的 那他这种屋地分离的情况下 对他的管理维护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威胁 那我们认为他既然这个空间已经是指定成土机 那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 那他其实连同他的地上物 为了如果要避免这个土地投机的问题 他其实应该要连同地上物都应该要由国家收归公有才对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由文化局这边 启动一个征收的这个程序 积极地将这个文化资产收归为台北市政府的所管 去年5月开始 文化局就一直要求林立平交出管理维护计划 那历经总共给了他四次机会 终于在去年11月底的时候呢 让林立平补件了 那也在今年1月6号的时候 针对这个他提出来的管理维护计划 开了一个文资委员的小组审议会议 这个小组审议呢 其实是在文盟楼的争议这三四年来 第一次由文资委员一起来讨论文盟楼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这个会议讨论的居然不是文盟楼的争议要如何解决 要如何彻底是不是应该征收 而是去讨论由投机客来提出的管理维护计划 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一个为了骨鸡投机的暴力而来的投机客 提出的一个用文字游戏堆叠出来的一个计划 他很有钱他专门是炒作房地产的 他用这样的方式提出的这个计划 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困难 可是今天这个会议居然是讨论他所提出来的计划的内容 而不是讨论根本的讨论文盟楼争议要如何解决如何处理 我是17年前的费工厂 17年前的费工厂 在那里的费工厂 在那里的费工厂 17年来到现在 在那里的一些学生 团体 学生老师 都在那里的费工厂 在那里的费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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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万元 他要呆明的一个小费工厂 费工厂费工厂费工厂 它有錢 它可以請人寫 寫得更好 更好 但是文化錢就要想清楚 它沒有適合骨質來維護 不可以公共文化主產 來放一個樹林的手中 隨時讓它避免掉 避免公共文化主材 消費骨質 立即徵收有沒有 立即徵收我們 反對投資客草地皮 文化局立即徵收有沒有 文化局立即徵收我們 反對投資客草地皮